各位 現在是清晨三點 你突然聽到一個門鈴聲響起 才剛洗完找怎麼會有人來按門鈴 於是你到大門前面看了一下監視器 結果回去看到一個全身是血的女人 一直看著鏡頭身上還拿一把 溜著血的刀 你會怎麼做呢? 今天我們來玩Robulus的 短暫恐怖遊戲 Shuru Haru Games 拖不起來要見到這女生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要開門就好了 嘿大家好 我是有感筆電 臉不知道為什麼掉下去的有感筆電 火箭發射器永久 最優惠 邀請好友 他到底要跳多少東西啊 不要 我只要免費的玩好嗎 這完全是我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Bro 這個人 去健身房指的右手 Oh my god 苦力怕 看起來目前有三個可以讓我們玩 好玩又好吃 跟蹤者事件 黑刺觀景台 苦力怕去好玩又好吃 那我們先去好玩又好吃好了 我們跟苦力怕 還有神奇數字馬戲船的女生 好可愛的狗狗 我們可以的 這個片頭帥了 Shore Haru Games 我最想玩一個了 OK 看起來我要回到家了嗎 獨自過萬聖節 啊 我這次感到有點害怕 尤其是上個萬聖節之後 上個萬聖節發生什麼事情 我今年不去TiggerTree 那個狂熱者還不死怎麼辦 狂熱者是什麼 是去年在萬聖節的時候發生什麼 狂熱者殺人事件嗎 我們不是獨自啊 我們有三個人 Let's go 好像我爸給我發了短信 我應該看看他說了什麼 對 喔 按1 嘿爸爸 你打算在萬聖節的時候回家嗎 可能不是 按兩個倒站怎樣 我還有兩個會議 我的航班也可能因為天氣而延遲 我這麼敢相信 我的父親還沒從出差中回來 喔 然後這邊看起來我就跟爸爸說 因為上個事件之後我就不舒服 但是爸爸說 別擔心警察應該會抓住那個人 我爸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在乎我 反正我們先回家吧 我應該看恐怖電影 因為今年我不會去TreeCoreTree TreeCoreTree就是要糖果 我記得在閣樓有一部恐怖電影 我父親從來不讓我看他 你確定要在A個人的時候看恐怖電影嗎 你把門關起來嗎 你們真的是一點恐怖遊戲的嘗試都沒有 OK 我們去找了一個爸爸 一直都不給我們看了恐怖電影 為什麼一直不給我看 這到底多恐怖啊 也許一個人我不會看 但是我現在要兩個bro 我現在要兩個朋友們 沒問題了 我們現在看 比遊戲還刺激 爸爸都不給看 不要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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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pa 誰在門口 查看誰在門前 不要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到有個人在外面了 他們兩個怎麼都不見了 你們怎麼走到後門了 你們這麼害怕 不用害怕 看來是要糖果的 應該沒事了 TreeCoreTree 我還沒準備好糖果 好糟喔 沒有糖果嗎 今天是萬聖節 誰在萬聖節沒有派糖果 你討厭萬聖節嗎 閉嘴小孩 好的好的等等 我在某些地方有糖果 OK 我想我還有些去年的萬聖節糖果 你不需要這麼誠實跟別人講去年好嗎 給他們 全部給你們好不好 記得訂閱好嗎 好吃 沒有說謝謝喔 有沒有禮貌啊 萬聖節快樂 好這個還不錯 再一個你會說什麼 謝謝 喔我有禮貌 掰掰 最喜歡有禮貌的 你幹嘛跟著他們 你們不需要跟著他們 你們是怪人喔 Bro又有人按門鈴了 你確定是安全的嗎 給你們糖果啦 就這樣而已嗎 閉嘴 我幫你準備糖果 你就說這樣子 希望你被車 還是不要這樣照口夜 又有人來了 但是這幾個人的服裝比較好 先把這鬼送走好了 這有點恐怖 這個糖果很臭 你才臭 你全家都臭 有沒有一點禮貌 又一個人來了 Bro這裡只有一個人 有點恐怖 Wha 不會這就是殺手吧 這個人看起來有點可疑 這不是什麼 奪魂具的面具嗎 喔最後一個糖果就給你了 給你給你 我們把所有糖果都分發完畢了 YO 我們去玩一下 YO What the heck OMG 這個人 他總共沒有拿糖果罐 我感覺這是殺手 What the heck Trick or Tree 對不起 我們剛剛吃完了糖果 我沒有了 哈哈 好笑 認真的 給我吧 OMG 我已經沒有了 對不起 好嗎 這是什麼笑話 沒有糖果在萬聖節 等一下 好笑嗎 你可以一直困了 爸爸放進了 你會為此付出代價 所有這一切 哎呀 嗯 戴這種破面具 還想要免費糖果 就沒有了 我應該把所有外産節裝飾都拿下 然後去睡覺 未知訊息 你為什麼這麼早就把外産節裝飾拿掉 你知道外産節還沒有結束對吧 你還欠我這些東西 鬼笑臉 我沒有欠你這個鬼東西 人家欠到沒 誰在這邊偷虧我 OK 蛤 什麼 這些腳印不是我的 No way 有人闖進我們家裡面了 也許我只是有點瘋了 把裝飾品放回地下室 OK What 小心 這邊有個人 他剛 他就闖進我們家裡面 我就叫你們要關門了 你們還不關門 有個人在地下室 準備好黏暗武器 地下室在哪裡 我對於我自己的家有點不太熟悉 地下室要找到在這裡 YO 不然之後我給人下去 縫射頭髮女生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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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喔 那肯定是幻覺 沒有人會突然消失 你將會為此付出代價 寫錢 寫錢 他還寫了文字 你將依寫為代價 聰明 我應該傳到我的簡訊給Justin 告訴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誰 我的Gate 我的 我的朋友嗎 你看我們在討論那個殺手 今年會不會回來 然後我跟他說 我一直收到一個未知的訊息 有個人一直在偷偷看著我 然後他回我說 如果那是萬聖節的殺手怎麼辦 你知道那個一直戴著微笑面具的人 他們說 耳干擾他萬聖夜晚的人 那一年都會死亡 RO 你在哪裡聽到農場消息 開玩笑 哈哈 對不起老兄 我在萬聖節至少會給你一點點金口 我敢打賭那只是個小屁孩在找你開玩笑 是啊也許你是對的 目標去睡覺吧 應該沒什麼問題 應該是Justin假扮的殺手好嗎 來來來睡覺去 YO 最後一張床 我睡上面 你們睡沙發 欸 有人又在看我們 我一定偏執狂了 應該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吧 不會有人闖進我 What the heck 那什麼聲音 那聲音是什麼 我也想問 聽起來是閣樓穿出來的 我需要買這火箭筒 沒關係我們要苦力怕 你只要把對方炸死就好了好嗎 我們去閣樓看看 YO 喔 是他欸 他要付出代價 蛤 喔 我的 你死了 剛剛我要轉回去 因為隊友擋住我 我根本看不到他還是後面 重生45 ROBOX OK 回到你的臥室 我的臥室在哪裡 他們都還活著嗎 他們都死掉了 喔 shoot 那個人來了 關門 喔 shoot 怎麼辦 我回到房間了 是房間吧 我們是不是卡BUG 我覺得我們卡BUG 回到了臥室 實在是劇情沒有在移動 OMG Oh well 這次我們買一個 最便宜的武器好了 買給大家看看而已 不推薦購買 應該吧 希望不會再遇到什麼BUG 萬聖節快樂 給你 給你 我們的最後一位客人給你 接下來就是最後那個怪人了 現在我手上一把牆 你就要不要鬧了 我會維持不住代價 我老兄真的是不長眼睛 掰掰 慢走不送 所以按照剛剛我們的邏輯 他等一下應該就會出現在二樓 等一下 我們剛剛看過的父親 Justin跟未知 那阿瓦是誰 嘿 是學校的Tommy 他說 你知道我哥是殺手的受害者之一對吧 我當然還記得 所以阿瓦是去年的受害者 然後我的名字叫做Tommy You will pay with blood, Tommy 所以他的兇手應該是熟人 才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就是阿瓦假扮 因為他哥哥被殺了 後不及再遇到那個殺手 然後拿槍把他逼了 檢查閣樓聲音 OK我來了 我來了 come on 這時候要逃了 最好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都給你很奇怪的掌彎 你知道嗎 這遊戲真的是做得太糟糕了 我想他走了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下次直接給我傳到他房間裡面 剛剛我們真的是遇到bug的第一次 我需要立即傳後結訊給Justin Hello Justin 我認為萬聖結實他有其實在追我 他從閣樓追到我的房間 我想他已經離開了 我該怎麼辦 我知道 打電話給警察 Justin 你看到這些訊息了嗎 不會就是Justin打扮的吧 他這麼久都沒有回我 Justin沒有回覆 他現在可能太忙於派對 我不想要叫警察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瘋了 我知道我看見什麼 Oh my god 這個人真的是愛面子愛到一個爆炸 這麼晚了 誰在門口 Justin 謝謝你特別來關心 我是你嗎 Justin 文字訊息有人傳給我 嘿你在家嗎 我是在你門前 Justin真的來了 是啊 你為什麼在這裡 真的很冷 派對剛剛結束 你能讓我進來嗎 微笑 微笑臉 Oh my god 這是微笑臉 他肯定是剛剛那個殺手 嗯 我不確定是否該讓他進去 哦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投票 做出決定 躲在地下室或是信任 然後打開這個門 不知道 他還有這種兩個結局 我會想要躲在地下室 這是世界 但是為了好玩 我就打開這個門好嗎 相信Justin 我想看看Justin 會對我做什麼 Yo Justin我相信你很冷 先來吧 有 沒有人在這裡嗎 對 然後回頭就看到他對不對 瘋了 哦 殺手殺死了Justin 這是為什麼他沒有回應你 以前的訊息 然後用手機傳給你 叫你開門 第二天警察不能找到 你跟Justin的屍體 這其實還蠻真實的 就是說 我剛剛沒有想到 那個人竟然會直接殺了Justin 然後用他手機傳訊息 叫我開門 大家千萬要小心 有可能這個人的 你朋友手機被盜了 或是他手機被偷了 但我們現在全破了一次了 Let's go 現在我們來問問看看 這個跟蹤者事件 你孤單在家時 你瘋狂的前女友 來拜訪你 你能夠活下來嗎 這就是我們縮圖看到Lag 所以這應該是 如果我們躲到地下室之後 的隔一天 前女友要來找我了 蛤 現在終於可以好好在家裡看電視 獨自一人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 但我們有三個人 我想我應該開始做功課 然後再來點點點 再來幹嘛 看電視嗎 媽媽給我發什麼 別忘了 我和你的父親 在三天後要去度假 別擔心 我記得 Erica仍然表現得非常奇怪 當我跟她說 我不能出去玩的時候 我真的從窗戶看見她看著我 奇怪 是啊 我想我們可能不太適合彼此 應該跟她談一談 我決定 今天和她談一談 我告訴她 我們應該分手 她不太開心 我很抱歉 她沒有奏效 親愛的 但我們不在時前 我不可以保持房屋清潔 我媽媽 安慰我0.3秒 就叫我去打掃 我想我應該做功課 我們來做功課吧 Yeah 在床 不是 晚上稍後 喔 做完功課 欸等一下 我前女友傳給我訊息 我看她傳給我什麼 比利 你不能這麼做 我們愛是密不可分的 我們不能分手 我們本來就應該在一起 對不起 Erica 這只是沒辦法 我很快就會再見到你 OMG NO 現任女友救我 微笑 啊 她要把我殺了 我收到來自媽媽的訊息嗎 欸 親愛的 忘了問 但你建議開始洗衣服嗎 沒問題嘛 我可以洗衣服 要做家事 要讀書 來來來 我去 洗衣服 OK 我們現在全部把它丟到洗衣機吧 Let's go What the heck Oh my god 阿瑞卡來了 她開洗衣機 沒有我們需要幫忙 Oh my god 是誰這麼往來敲門 Hello 我們的愛永遠不會結束 好恐怖喔 前日又今天有個報告 我們不要拿吧 你還直接開了 What the heck 他們還放了一把刀 What the heck 這是威脅吧 我拍到全城直接報警了 她需要克服我 我跟她分手了 因為她總是跟蹤我 她一直想知道我在哪裡 我在做什麼 我在跟誰講話 這變得很防躁 對啊 這是空之欲啊 那是什麼 對我剛剛也聽到一個敲打聲 她從樓上傳來的 我應該調查一下 OK 我其實有槍 我們應該 不要跑了 喂 你怎麼就這樣跑了 OK 交給我 我去樓上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艾瑞卡 我有槍 喂 她不會從窗戶跑進來了吧 我根本都沒看到 她是不是剛在偷看我 我發誓我在那上暗窗看到了什麼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 我應該把門鎖上 OK 我們把門鎖上吧 然後另外一個人直接離開了 現在只剩我一個人 我們把門關起來吧 不過這家其實真的蠻好的 這麼大後院的家 OK 還有前門 大門 鎖起來 還有一個門是哪裡 這邊 啊 車庫的 Yo What the heck 地震喔 梯子就突然這樣倒下來 這遊戲感覺很嚇人 但是好像都嚇不太到我 這東西應該是我玩過 最搞笑的恐怖遊戲 不能說最搞笑 最不恐怖的恐怖遊戲 What the heck 我又看到艾瑞卡了 Yo 你怎麼從電視出現的 你爭執嗎 好啦 我想我們應該 不要再擔心 只是我看到了幻解 畢竟我跟她交往了一段時間 去做該做的功課吧 晚上稍後 怎麼有人在敲門 這個是誰在門 艾瑞卡還該是誰 如果是艾瑞卡的話 如果她一把武器爪伴 她走得太遠了 對她真的是坐得太超過了 你知道嗎 我還得開門嗎 我想只能開門 應該不是她 我感覺就一開始 劇情都不會是她 開門 我就知道送披薩拉了 Yo 為什麼你看起來那麼累 披薩拉 我不記得我點披薩拉 披薩拉 是誰在我家點了 披薩 Oh my god 一定是艾瑞卡點的 這是艾瑞卡 幫你的披薩拉 嘿小子 你花點時間來回答 一切都還好嗎 沒事 你看起來才很有事吧 黑眼圈那麼重 是的 這不關你的事 為什麼我這麼兇了 GEEZ Alright 這裡有一份辣椒披薩拉 已經付錢了嗎 我不會付錢的 我好客家 嗯 不是的 艾瑞卡給免費披薩拉 太棒了 I'll miss the bees 那可能是我瘋狂的前任女友做的 她一直想和我在跟她約會 我真的不在乎 這裡是披薩小子 你剛剛不是才很在乎我嗎 好的謝謝 沒有小費嗎 你知道應該給35%小費對吧 我在美國有 bro 你小費可以擠個子彈好了 X 有沒有美國的觀眾 在留言區告訴我 你們小費都要付多少錢 多少% OK 前女友送的披薩 我們要吃一塊看看嗎 我就直接吃了好了 OMG我直接吃了 我真的不要命 媽媽要傳給我訊息 我看她說什麼 欸比利 對不起我忘記告訴你 但我點了披薩 希望你喜歡她 喔 原來是媽媽點的 他們家人關係感覺不錯 等一下 艾瑞卡要傳訊息給我了 我知道你喜歡禮物 去車庫看看吧 What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讓我獨自一個人好嗎 如果你不停止 我會報警的 早該報了好嗎 你看到那把刀 你就該報警了 你有什麼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了 去車庫看看 微秀 她現在肯定就在想 如果沒有辦法跟我在一起 那就讓我們一起去死之類的 我們得去車庫看看嗎 各位 反正我們有槍 應該可以的 艾瑞卡 有 What the heck 喔 這必殺小隻頭 What the heck 你在開玩笑嗎 我得報警了 現在 你在說廢話嗎 我們得報警了 報一千萬次警 OMG她還 把燈關起來了 天天了 艾瑞卡 一定是她做的 她是個精神病患者 是你嗎 什麼是我嗎 你在說什麼艾瑞卡 這沒有什麼好笑的 我要去報警了 你做得太超過了 不要再說我要回去了 Just do it 我看見有人 那是你嗎 比利 微笑 哈囉 艾瑞卡 你要搞搞搞 瘋掉了 沒有任何其他女孩配得上你 你屬於我 如果我不能擁有你 沒有人 這不是傳說中的恐怖情侶嗎 你有一個文字學習來自鄰居 鄰居也傳給我的 What 那你現在在家嗎 你有看到你家所有的燈都關了 這似乎有點奇怪 我會覺得看到 陰暗的人在爬來爬去 什麼爬來爬去 你在說什麼東西 Oh my god Oh my god 他都可以把別人頭這樣砍下來了 那他會對我做什麼事情 其實真的很期待 艾瑞卡 你真的給我很多驚喜 只是一個惡作劇對不對 我們三週年紀念 哈囉 Yo 艾瑞卡 去你父母親的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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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去父母的房間 把門關上 躲進衣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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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進衣櫃 Oh my god 我不想到做得還不錯 好結局 我去下角 我會覺得好結局的 喔警察來了 Let's go Yeah 我們躲成功了 不論你前女友在封了 警察來了 早點叫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好嗎 你還活著 由於你快速反應 你逃脫了你的前女友 你能夠隱藏並活下來 直到警察抵達 警察從未找到他 他的父母報告他失蹤了 希望他不會回來 OK 各位 讓開就是短暫恐怖遊戲啦 最後我感覺在把槍完全沒什麼用 這遊戲感覺沒有做得很好 不過感覺沒有做好地方 就有點莫名的喜感 那希望各位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把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讓油肝編到135萬訂閱 而且之後我可能會直播的時候 玩第三個 短恐怖遊戲故事 記得訂閱追蹤之後的直播 每週一三五 看別人遊戲 我是油肝比點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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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